花蓮县各个医院其实已经开始设立所谓的防疫门诊或称为发烧门诊 那这是各个医院的防疫门诊或发烧门诊的时间表 如果我们的乡亲 如果你有一些发烧症状 或是你认为你可能是乃疫了 或者是你家用快灾已经是阳性了 其实你也可以来看我们这个所谓的防疫门诊 那在实际医院后来是每一天下午三点半到七点 就在急诊室旁边有一个发烧筛检站 里面可以给你看病同时采检同时给药 那布林花蓮医院也是一样在急诊室的检疫区 早上八点半到中午十二点 门诺医院是下午两点到晚上五点 也是在急诊室旁边有个发烧筛检区 这部分都可以看诊顺便给药做检查 所以请大家记得国际花蓮医院 也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三点到晚上五点 那这些地方希望我们的乡亲不要忘掉 如果你有咳嗽发烧 流鼻涕鼻塞 口容痛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 你可以到这些发烧门诊 或是防疫门诊去做检查医治疗 好了那如果说是你去在这个地方不方便 你也可以去以下的诊所 以下诊所 那我们北区有十九家 中南区有两家 还有我们十家的卫生所 你可以去这些地方 一样的去看诊 一样去看诊 做检查 做治疗 如果发现到你可能怀孕 对不起 你可能怀疑你有被感染 那这些诊所就会提供我们的居家快塞剂给你 而且是免费的 所以是免费的公费的居家快塞试剂会给你 让你去做检查 如果确诊是阳性的话 当然就是说后面进一步的治疗 但是一般的咳嗽流鼻涕发烧这些诊这些诊查 都可以在这边诊所给予药物治疗 所以大家不要忘掉 除了去我们的急诊室旁边的所谓的这个防疫门诊之外 还有这十九家的诊所 中南区有两家 索阿佑以及我们的卫生所 都可以提供你很好的诊查跟治疗 所以不要全部都往医院去急诊室去跑 到这些地方都可以 其实在花莲的每一个诊所 都非常愿意来照顾我们的乡亲 大家报告今天校园疫情 以及三天的防疫假 还有暂停实体课程的一个状况 今天总计新增十二所学校 那新增的确诊数有二十二位孩子 受到影响的有光复国中的九宫阁同学 是停止到校 国小及幼儿园总计十三个班级 暂停实体课程 那十二所学校包含了国中端一所学校 国小端六所学校 以及五所的幼儿园总计是十二校 再来向乡亲报告的是 不暂停实体课程的部分 今天确诊的失声数 总共有花莲高中等三十一所学校 三十八位孩子 五位教职员 那这些失声都没有进入校园 没有校园内的足迹 所以所属的学校不会暂停实体课程 我们的学校首设程 教职员 就算是一个小学校 如果能经典你 可以再来